大家早上好 起床了 昨天下雨下到后半夜就不下了 现在已经中午了 天气也是有点阴 起床看一看 释放一下 我都收拾的差不多了 昨天下雨嘛帐篷底下有点潮 我就把床单和防潮垫拿出来晾了一个多小时 现在准备把帐篷收起来 昨晚大了帐篷之后 考虑到是在路中间 担心晚上过车有点危险 就捡了几根树枝 把路插起来了 现在咱们先把树枝给归附到原位 太大了 只能打开 就把它抢成的 所以我把它打开 太大了 但是你给了个帐篷 你给了个帐篷 然后你呢 今天早上清了一杯咖啡啊 这是在卢旺达带过来的大猩猩咖啡 这个咖啡在世界上都能排上名 特别好喝 香浓醇厚 今天我们的行程就去塞尔维亚西北部的一个城镇 科采烈窝 出发 出发 这边有双窗 没有我看了 大商场 没有 我现在是来到了 瓦列卧镇 在我的身后 大家可以看到 用石头 累起来成的一座房子 这个房子呢 它其实是一座塔 也是这个镇子的 地标性建筑之一 修建于1813年的春天 这个的修建的目的是 用来监视整个镇子 还有储存一部分 均用物资 但是在1813年底的时候 这个塔被烧毁过 然后到1836年的时候 又进行了重修 前前后后修了很多次 到现在呢 已经变成了一个 当地的小博物馆 今天过来呢 也是没有开门啊 也是有点遗憾 本来想着进去看一看 参观一下 当时所留下的一些东西 结果关门了 来的时间可能不太对吧 瓦列沃这个小镇 风景是特别优美的 我准备去下一个地方 有好几百年历史的 一个六米高的雕像 大胡子 过去看一看 啥啥啥 wa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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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s this you speak English no English servia servia yeah servia this is servia ok ok 这碰到一个大哥 给我讲解一下 啊 这个人物是谁呢 Ugariccio Ugariccio Ogariccio Ugariccio A-B-V-G-D-Z-Z A-B-V-V-G-D-Z-I J-K-L-L-M-M-N-O-P-R-S-T 这二十六个字母是这个雕像它创写的吗 经过了解雕像雕刻的是尼古拉卡拉基奇 它的主要功绩是改革文字 提倡怎么说就怎么写 怎么写就怎么念 把民间的方言口语统一起来使之规范化 并且创作了一套最简便的拼写规则 简化了过去的文字和读音 也给后世留下了塞尔维亚语大词典 还用改革的文字翻译了圣经 还有许多的民间故事 也为现代塞尔维亚和科罗地亚文学语言 鉴定了一定的基础 xen닥 白羹 有很多洋经 也粗了 对 不用了 这有很多洋经 北京 吴兵 到了 就这一块空地了 这地方 看下面的房子 都好看了 我们在超市买到三斤猪肉 成为7斤猪肉 二斤猪肉 也疯了 变成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